中华之光 中华之光 请坐 看着陈先生 就是气度不凡 您这个真有太极传人的这种特别的气质 而且我看您这个跟观众问好 您是这样的是不是 这个是太极 学太极人同道中人的一种问候方式 其实今天可能现场挺多朋友 还有我们电视机简的观众朋友 对于太极来说 大多数人还是个外行 我们仅仅是看到的 但是没有练过 您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太极作为中国武术当中的一种 它和其他的门类相比 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以阴阳学术 为理论根据 结合 针灸大成 皇帝索问 经络学术 和导音土 把武术的动作融入一体 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 奥运会那么多运动 都有这个缠绕螺旋 寻行精络 符合人体科学的 只有是太极拳 这种运动方式 我们在一些深奥的宣传片当中 还有很多介绍中国文化中 都会看到有人在打太极 这种宣传方式 是不是太极的这种 您说独特的这种运动方式 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呢 它跟别的武术的门类是不一样的 对 寻行精络 缠绕螺旋 动入流水 动的是里边气的运行 像流水一样 进入山腰 完全的符合人体科学 寻行精络在走的 我们看起来打太极 特别如行云流水般的这种美 是太极运动独特的特点吧 在别的武术门类中 没有看到过 它因为能够达到 这样的美的原因 是能够以丹田为核心 一动 全身随着兜兜 节节贯穿 一节一节贯穿起来 是能够一气贯通 才能形成这样的优美的动作 这种优美的动作 只有太极能够带给我们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平时看太极 第一是在电视中看 第二就是可能在公园中 看一些老人的 今天陈先生的弟子们 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场 我们请您的弟子上台 给我们演示一下 究竟是什么是真正的太极 怎么叫太极之美 我们一起现场观摩一下 有请陈先生的弟子上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身临其境不知道 真的是太美了 特别的优雅 您先给我们普及一下 就是作为普通人 我们如何欣赏一套太极拳 它的美我们怎么去发现 它的整体的动作 有很多不同的套路 但是中子最终是 把拳身练成一个运动体系 刚才您打的那套套路叫什么套路呢 老家一路 就是不管老家一路 不管哪个套路 不管哪个动作 都是一种手段和途径 最终我们练出来的 叫做一个运动体系 这个运动体系呢 越精力 你看看越美 以胆腿为核心 一动全动 接接贯穿 一气贯通 由能到外 看着是轻而不符 沉而不将 听您这么介绍 我多少理解了一些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太极拳 它的标准和美来说 不是以树来计算的 而是一种气韵 这种感受来对待它的 那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作为普通人 如果我们现在想学太极拳 我们首先要达到的基本标准 应该是什么呢 练太极拳分三个层次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手到哪里 从哪里过 脚到哪里 多少角度 上不上多少 全发到哪里 就外形的动作来限制 这是外形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这是第一步 当外形的动作很熟练呢 进一步呢 离气贯通 解决肢体方面 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误差 比如说 大家看 这样往一动呢 气可能就贯通得多一点 这个大子和小子 大子转的时候呢 想开关 开开电门了 电门就啄了 怎么啄了呢 气从丹田到背后到手 手马上发热 再开 再开 是不是脑袋中也要想着这股气跑到手指尖了 再有一屋一指尖 嗯 然后呢 你看我 小子这一转 那个热没了 是不是没了 真的 在展开以后又热了 为什么呢 真的是啊 这是热 这边就凉了 这叫开电门 这叫关电门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有这么大的悬崗 但是呢 身要动 它会流量大 如果光手这样动呢 它不听指挥了 就好像 好像光按一个开关 没有通常电门 你这样的气也不来 这样的气也不回去 电门就在丹田 动你手呢 用这里动 一接一接给它送出去 一接一接给它收回来 而且我也明白了 怪不得 就说我们看太极拳 动作做起来很缓慢 但是做了一套拳法之后 往往是满身大汗 对 第二步呢 就是把多的动作 多的动作 说小 不到的动作 扩大 逐步逐步形成 一气贯通 这是第二步的 目标和任意 到了第三步 一气贯通 动作熟练 不思而胆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炼拳死 无人 如有人 好像波及一样 知道怎么样 反正跟人家波及一样 欲敌死 有人如无人 第一步呢 主要是动作熟练 第二步呢 一气贯通 第三步呢 炼拳死 无人如有人 好像波及一样 您说的这个有点像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人生学问的三境界 正好是契合了 其实早在1990年 陈先生就是走出国门把这个太极拳带到了世界上 通过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 现在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是学习过陈氏的太极拳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经历 作为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 陈小旺自幼习练武功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已经荣获二十多项全国武术比赛冠军 成为太极拳九段高手 然而他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绩 1990年陈小旺毅然走出国门 励志将太极拳在异国他乡发扬光大 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陈氏太极拳的身影 欲言不通文化隔阂的困境下 想让见惯了拳击等激烈运动的西方人 接受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夫 谈何容易 也正是由于西方世界对陈氏太极拳的不了解 使得陈小旺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遇到照上门来的国际高手 话音未落 杰克总统的卫士长已经出手 陈小旺来不及多想 只能解招 这位卫士长还没看清陈小旺是如何出招的 也拜下阵来 每一个深地方 大部分都会有人这样那样的挑战 那位杰克总统的卫士长 就是无数挑战者中的一员 交手后 卫士长对陈氏太极拳心悦尘服 就这样 一个个挑战者 成了西方人认识了解太极拳的桥梁 他的许多洋弟子纷纷开拐授权 成为陈氏太极拳的传播者 洋弟子们也从最初仅仅为了强身健体 开始慢慢领悟太极拳背后所蕴含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在世界各国中 陈氏太极拳在德国的传播效果最为突出 目前德国一百二十多个城镇 有太极拳协论点 教练达三百六十多人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有陈小旺担任会长的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 已经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五十八个分会 海外弟子达三十万之中 囊括了国际社会的各个基层 成为有史以来在海外推广太极拳时间最长 学生最多 最成功的太极宗师 从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各国的人其实对太极拳都是很感兴趣的 但是我想您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把它带到国外的时候 当时情况可能和现在不一样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九十年代其实国内太极拳是很火的 您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怎么会想到去国外去把太极拳去传播它呢 当时我了解到国外对太极拳的认识不够 特别是没有开展过的地方 光凭报纸杂志宣传他们是很难来到的 所以我就到没有开展过的地方点火 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这样子的推开 在国内我们有很多师兄弟啊 很多朋友啊 政府也推广比较得利吧 在国外有很多地方开展不到 把太极拳带到国外的时候 初期是不是传播出去 尤其您去教学上困难重重吧 非常难 第一 大家对太极拳不认识 那个一个中国菜谱上面画个太极图 因为太极拳有人说 是不是炒中国菜啊 在庄级的时候 两个警察都盯了半天 在哪个国家 在澳大利 在其他伯爷爷有这种情况 他说什么事发生了 永远需要帮助 这是好的 不好的就好像你要出什么事情那样 不光是这个人不了解 我在那宾馆住 早上我起来练圈了 两个狗跟他眉口过 他蹭蹭蹭毫跑了 蹭一看 他说这是干什么 他跟他看看了 他看我讨厌 他一发愉了 他赶快跑了 体育馆木板地 我穿着个皮鞋 要表演的 那是爆满几百上千人 看的人很多 他没有见过城市太极拳 实际上没有准备 把金刚倒的队上去 咔一阵脚 前几排的椅子上坐 全部跳起来 一发开班 受课 这些咱们练不了 这些咱们练没有 接受不了 我一看 大家接受不了这样 我这个考虑 最简单的 站桩的 禅师工的 短套路的 最容易的 中等的 最难的 最激烈的 什么都有 我一个人 专上表演两个小时 休息二十分钟 往往两个半小时 我在 一年当中 表演五十场 三年我表演了 一百五十场 也就是说 这样的您的学生 观众越来越多 来学习的 学上的方法 其实刚才 您所说的这些 挺颠覆的想法的 在我印象中 太极是一个 特别缓慢 它是一个健身的 这样的一个 武术的门类 但是您说 它能够一招克敌 今天您这很多弟子也来 请您的弟子上台 跟师父各个招 让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一招至胜 发起 每每怎么看到 陈老师动作 他是这样的 慢动作 一拳打来 一拳看 这个点拳住了 这个肩膀 好 来 请 您这太极拳 亲身感受 觉得是静如厨子 动如脚拓 对 我看您在 您的理论的产述当中 一直强调阴阳平衡 对 那么您跟我们讲讲 这阴阳平衡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 才能要真正的达到您所说的这种境界 这个阴阳制作思想 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 阴阳制作思想 用到政治怎么说法 用到经济怎么说法 就是说 世界万物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 对 比如说 阴阳用到书法怎么用 一盏子 埋中的地方 这一倒下去 埋中的地方为一 非白的地方 埋清的地方为一样 一个字 有浓有淡 有疏有散 密集的地方 就一 疏散的就会一样 一篇 张发布局 自多 筹集的地方 就会一样 自吸的地方 就会一样 空白的地方 就会一样 有这个地球 就会一样 空白的地方 贯通平衡 成一幅画 阴阳用到书法 用到一道 一个字 一篇 都不同 我觉得按您的说法 只要是 不管您做什么事 把这个阴阳平衡了 这个事可能就达到 一个完美的状态 陈先生 现在还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您的阴阳的一个 哲学理念 传授给学生 而且是指导他们 在实际当中 做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是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效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二十多年的海外教习生涯 让年已67岁的陈小旺 对太极拳的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阴阳指导思想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我们练的动作 这是有形的 可是心理和气 在看不见 就无形 大脑心理意识 虽然看不见 也是阴阳全球 这是陈小旺 教习太极拳之后的 一个场景 用阴阳指导思想 不光是用身体 保持单天核心 立于不败子地 我们的思想 也能够保持核心 然定平衡 也能立于不败子地 近些年 陈小旺一直在 进行着一种探索 那就是教权的同时 用太极的阴阳学说 知道人们如何处理 生活中的烦恼 她的这种探索 开创了用太极理论 进行心理治疗的先河 我开始呢 是个别人 心里有个障碍 我再讲一讲 很多人听我讲了以后 就跟了学生 学医院 这对我心理帮助太大了 太极拳也是一种绝学 一种上活方式 我也可以用这个 太极拳的那个绝学 去处理我的生活的 所有的问题 在美国 由于她在心理疏导 方面的成就 人们称她为陈医生 陈小旺说 她传授太极的目的 不仅是教授一种 强身健体的运动 更要让古老的太极思想 影响人们的生活 我看到现场的学生当中 有很多都是外国人 他们能听懂阴阳二字吗 您怎么给他们 传授这阴阳的奥妙呢 它开始是比较陌生的 慢慢听多了 结合着动作 结合着生活当中的事情 讲明白了 它都能结束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请来了 陈老师的一位弟子 他是一位美籍人士 有请陈少龙先生上台 有请 欢迎您 你好 真的是先锋道骨的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什么时候跟陈先生 学着太极拳的 我大概十年前 很迷恋这个太极拳 怎么会喜欢太极拳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 想找到一个比较 让我健康的 增加我健康的一个锻炼前提方法 然后我就上网 查那个全世界那个最厉害的太极大师是谁 然后在网络上出现 陈小王陈小王的名字 所以我很想知道他住在那里 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住在澳大利亚 我住在英国 所以我去澳大利亚 寻找他 专程去拜师 对 但是他不在 他去了欧洲 但是我跟他的儿子 陈英俊学了一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 特别喜欢太极拳 陈老师平时是怎么教您 这个太极拳的这些哲学理念 我特别想知道 陈老师 就是让我从 另外一个角度 看到那个我生活 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怎么处理 怎么用太极拳去处理我生活 所有的一些 调整我的生活的习惯 比方说 比如说 我感觉太极拳可以让我 第一是放松 引起一些好的习惯 让我感觉安静得很多 您理解的 中国的阴阳哲学是什么 按照我的了解 就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 全然的力量 您在学了太极拳之后 这算了解了中华文化 当中的一小部分 那您有没有在继续对中国文化 其他的方面感兴趣呢 其实我对中国文化 很多东西都非常兴趣 比如说 那些中国的语言 还有历史 还有特别喜欢中国的风景 我感觉中国很 是个很特别美丽的一个国家 就是从太极拳这一方面入手 而且喜欢那个 中国的吃的 这都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美食文化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同学 是特别的感兴趣 有很多问题想与陈老师来交流 我们现场来看一看 有哪些问题想跟陈先生交流的 请举手示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哪位同学 我是北京大学金融学的博士 那非常感谢陈先生 我们知道 想成为像您这样的太极拳大师 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跟精力来练一拳的 但作为普通的学生 普通的人 他在时间上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如果我只是想达到强身 健体陶冶性情的作用的话 每天应该要至少练习 多长的时间 如果想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 又需要练习多长的时间 谢谢您 叫三年一小城 所谓小城 就是刚才我讲的运动体系 建立了运动体系 九年一大城 再加上六年以后 有大圈 这个运动体系的建立叫大圈 由大圈到中圈 到小圈 到无圈 那有虚实变化 我也被看不见 这叫大城 那么我们在阴雨时间来练 怎么能保证能强身健体 最简单的 一个站桩就够 一个站桩能够站得准 能形成单的位核心 能够全身八面支撑 十度的放松 就练通了脏腹 我也通了肌腹 半个小时以上 这一个动作 健身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没有宽余的时间 我们可以巧妙的利用时间 就是把这个太极拳 结合到生活当中去 处处练太极 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陈老师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信科院的学生 叫蔡文波 我刚看到你那个 您在写书法方面 也很写得很不错 我想知道 就是说您 比如说你那个书法写得那么好 是因为您在练太极拳当中 得到了什么灵感吗 我们拿着这笔呢 笔是斜在掌握 手在掌握 手是谁在掌握呢 手是身在掌握 我们练拳的时候呢 这个话语横道是一样的 这一缕呢 一撇是一样的 一点呢 他们一点呢 点入高山坠石 一气贯通呢 一气合成呢 身方不断地来带动 手 刚入相近 练拳的时候呢 好像 没有拿笔在写字 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好像拿着笔在打拳 把书法和练太极拳 融合到一起 我们听陈先生这样一介绍啊 已经是心之神网啊 今天我们现场也准备了笔墨 我们请陈先生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如何把这个太极的理念 融入到书法当中 有请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配完了 好的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我们推广 宣传 传播 我们中国文化 这是兴邦的 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努力来推广 干十四 不要坐那空谈 去做 去推广 让更多的参与 这就是实干 这幅字其实也是 反映出陈先生 他本身在推广太极文化 推广中国文化当中的 一种态度 传授了太极 前这么多年 遍地开花 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反正跟我学太极的人 都亲近我们中国 中国人 一看到电视上 有什么中国好的新闻 就是争前恐后的 给我报喜 台北是08年 那个奥运会办得好 每一个都替我高兴 通过这文化传播 心里都距离地拉近 很亲近 很亲近 您觉得这是您最大的收获 对 我讲的 太极拳是一条龙 好像是一条龙 生在陈家沟 飞向祖国各地 又飞向世界各国 人们在打着太极拳 掩望着北京 心里地想着陈家沟 因为太极拳 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喜欢上了中国的每一个方面 对 那您在海外传播这么多年 有没有哪些事情 让您记忆特别深刻呢 这个是杰克总统 他的名字叫 Watshawir 他的卫市长 开始过教授 后来变成我的学生 对我也非常尊重 建立了一点感情 每次我讲完课 他走了 他流了也哭 后来他就 讲给总统听 总统这么神明吗 这么神明吗 我一定要见见他 会见以后呢 他就有问我 他说你能不能 简单几句话 我介绍一下太极拳 他不知道什么太极拳 他光知道他从 卫市长跟他说 怎么神明 他当时有没有跟您学几招啊 他要学 他说那我要学 他马上就表达 那我要学是这个 我要学这个 那看来就是 国外当中 无论是政界的人士 还是普通的民众 都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参与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 还是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就是中国武术协会的秘书长 康歌舞先生 有请 请上台 你好 那您和陈先生的渊源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跟陈老师啊 我们认识的很早了 应该是1978年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杰足的认识 我那个时候是在北京体育大学读研究生研究武术 那一年我到那里进行一个比赛 全国比赛 陈老师是作为荷兰省体委 请派出来的 推荐出来的专家 这样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表演 第一次到了那里啊 我先跟别的念陈师太极圈的就在那里聊 你们这个陈师太极圈 练法跟其他格式不一样 那么在推手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等一下 让我等一等 然后就去把陈老师给起来了 起来让我就跟他推 结果我们两个刚手一打 就刚才你们的那个动作 他顺着手一打 啪一下 就这么做了一个 把我的手就 呜过来了 他说这就是陈师太极圈 然后转过来 他说你做我吧 我也这么做他一下 他就转过来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当时他这个手一拿 一下就拿到这里来 最早的一个歌节 叫前金总歌 里边讲的是 诸靠 残扰 我接一 整个太极圈里面 最强调的这两种方法 那次跟陈老师接着 一下感到 原来对武叔整个技法的 这个总结 对太极圈的总结是不够的 以前只讲四级八法 提打摔拿 没有讲到这个靠 而现在散打没有讲到拿 那么太极圈在这个激发方面 是很全面 所以这个应该讲我们两个 第一次见面的认识 是以武会有 是对武叔的认识 以后再有一些 见面留下来的深刻意向 应该说就是他武叔的修养 融入到了文化当中 融入到了完善一个人的人格当中 您觉得陈先生 这二十多年传播中华文化 传播太极圈的文化 您怎么评价他这项工作 陈老师 他不仅仅在那里是教了功夫 教我刚才讲这个诸靠残扰我接一 就怎么打 他把这个整个融到了文化里面去 他刚才自己讲到了 他写字的时候像在练拳 练拳的时候像在写字 就整个把他对武叔的感受体会 用到了生活当中 每一个环节当中去 你看我们看他今天练太极拳 他这个太极拳跟别的那些练的 一个极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始终是离生中正的 我们看他写了个字 整个不论是楷书 不论是草书新书 他是离生中正的 没有一个偏的邪的 就是说把太极的这种精神 完全融入到自身当中 融入到里面去了 而且这种融进去以后 这个人也得到了一些完善 就他用他这些行动就在感染大家 讲个写字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焦佐 焦佐有个荷兰省理工大学 把我们都聘为他这个学校的合作教授 然后让我们都给他们学校要提个词 我写字写不好 自己不敢上去 结果陈老师在这里 还有其他的了 康老师先来 康老师先来 就很谦让 很谦让 这个就给一般想象当中 那个练武的人 一介五福 完全是两样 这什么 是太极钱对他们的一个影响 影响到什么 要舍己从人 要随取救生 我首先是尊重对方 尊重社会 尊重自己身外的一切 你看我们两个今天穿的一样的衣服 这个我自己感到 也是一种太极的 对这里边也有太极 对他的影响 你看我们这个红的这个字 写的是五 断位 就是武术断位 这个是断位的衣服 这个断位特别的标志 我们在做断位字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断位字是要考 通过考试才能得到断位 要考就要有一个规定的动作 就不能隔两隔的 隔两隔的没法考 只有相同的动作才能考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想到要把各种不同的个体演练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国家的标准 这是我们请陈老师 陈老师欣然的参与了 要按照道理像你们刚才介绍的一样的 陈老师在城市太拳里边已经是大家都这么看的人了 他一下下来还都要尊重大家听起别人了 再来融合出一个国家的来 这个我在想也是太极的理念 对他这个人格的完善 就是不是自己要在那里独大 而是要进入到大家这个群体来 一起来做一个求同存异的国家的标准 再来进行一个国际化的推广 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这个文化在全球传播的程度是怎么样 应该说现在在武术的传播当中 流传最广的就是太极拳 陈先生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叫太极拳 它的文化基础跟其他运动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个最重要的 比方说西方的运动 奥林匹克的运动 讲的是什么 更快 更高 更强 就像十字架一样 更快更高更强 可是太极拳讲的是有阴有阳 而且阴阳总是在一起的 一时就成了一个阎车 一成一个阎车 它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所以它整个这个理念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传播 那您觉得太极拳文化的传播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传播是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弘扬的作用 容易让人理解让人接受的作用 你看我们说要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 你要让人家去读中国的文字不容易 如果说我们要来学论语 那就更难了 还要学文言文 可是这个武术 这个太极拳 你在那里一做动作 人家就理解到 一做主角 这个前途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隔背怎么要成这样 马上一讲出来说 生直了 它就是阳 这样取回来是阴 要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所以不是伸得很长 也不是曲得很短 这下这个动作的姿态就出来了 以小见大 很简单一个动作 就能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给传播出去 所以像少龙先生 很多这样的外国的弟子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 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现场 肯定还有很多同学的问题 想与我们的陈大师来交流 我们再看哪位同学 陈先生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二级的博士生 我叫孙东波 刚看到您在全世界推广太极拳 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赞同 非常的钦佩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您在国外推广太极拳的过程中 有没有因为文化传统啊 社会制度的差异 然后遇到一些障碍 如果有的话 那您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谢谢 我们中国人学东西的意思 要学到意思 祈拜师说他有学生千人 都是学他的手 只有礼苦禅是学他的心 我们中国人学艺 就像画画一样 写艺画 外国人呢 像那个公笔画 他一定要问是多少角度 手高到什么程度 是什么角度 他这个学习方式 我们猛一下呢 不大习惯 后来一想呢 我们教权呢 就像拿着一个茶杯 茶杯里有水 倒到别人的茶杯里头 怎么能够把我们知道的东西 传到他的大脑里头 那么就找到茶杯的位置 揭开茶杯的盖子才能倒进去 就按他的思路 这个角度是多少 手是多高 规定下来 那等于他的茶杯盖子揭开了 他很罗译 接受这种讲法 那就能很轻松的 把茶水倒进去 把知识传递过去 陈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 2010期的本科生 也是北京大学 武术学会的一个成员 我已经学了三年多的 陈氏菜医学了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同学 都认为太极拳是 侧重于中老年人 从事的运动 那么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 他练习太极拳的侧重点 有何不同呢 过去呢 甚至太极拳推广的 不够好 不够好 大家认识力 不够充分 看到那个 简化太极拳了 慢慢的动作比较多 形成这个印象 认为太极拳都是这样的 其实呢 比较完整的 它本来就是刚入相继的 有刚有柔的 就是大家对第一部分呢 慢动作了解的比较多 对它后来的快动作 比较穿梦跳跃的动作 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产生这种偏见 其实它既有年轻人练的 也有中年人练的 也有老年人练的 就是老少皆一 自然的第一原则 根据自己的力量 不要超过负荷 什么年龄的人 什么身体条件的人 都能够有选择 都能够有参与 陈老师您好 我是那个研究 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的 一名研究生 同时呢 也是一名太极拳爱好者 我发现可能 现在存在一个 这么一个问题啊 不光是太极拳 也有可能是 我们的这个中国武术 存在一种这种 泛表演化的这种趋势 这么一种现象 然后您是怎么看待 跟这个传统的中国 这种沉日的太极拳 这种现象的这个区别呢 谢谢您 这个弊病呢 是难免的 同时 在前进当中的 存在的问题 这样表演 这样比赛 对太极拳推广 发展 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在这个积极作用之下 还有不能够 尽善尽美的地方 要进一步完善 你既然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进一步认识到 应当怎么练最好 那么大家都认识到 哪里不俗 哪里做得更好 我相信下一步呢 会如愿一场 陈先生您好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 像我们这种长时间的 面对电脑 久坐 睡眠不好 等等压健康状态 我想请教您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 能够在办公室里练习的 招式动作 坐自不对 用力不准 用力不准 平常这样肩会疼 坐的歪 影响哪个脊椎 甚至椎间盘突出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呢 要学会站状 敌人呢 在那坐着的手 和站状一样 不要随便这样上做 和站状一样 一个骨节 一个关节 都在正位上 用劲呢 不要用偏劲 全部要全身的劲 用 累了 再起来站状庄 练一个蝉丝工 不要动步 两个时候来回换 最简单的动作 最短的时间 那么结合到工作当中去 既能够健身 又能够更有力的 更有效果的 对你的工作 陈先生 您特别推崇站状 您给我们示范一下行不行 就是怎么样的站状 才是最标准的 分来脚 通常这叫预备式 表面上是预备式 里边还没有做好 做好做到什么程度呢 自己的体重垂直下降 所谓八面支撑 前后左右和鱼角 不偏前 不偏后 不偏左 不偏右 这叫八面支撑 十度的放松 抬起胳膊紧张 它会影响起的通路 松多了为蟹 也是误差 既能抬起来 既能保持八面支撑的身价 又不多用力 这就是十度 搭道 这是单体的部位 肚脐下 平着扇子的海心 这个部位呢 感到充实饱满 脚底 所谓是脚底身根 就是脚底很重 胸部很轻松 头脑很安定 要开始占两手发掌 胳膊发掌 后来全是发掌 要由这种现象表明 这个战状就做好了 谢谢 谢谢陈先生 今天呢 我们在北京大学 与我们的三位嘉宾 一起来探索了 太极给我们带来的奥妙 真的是无穷无尽 给我们智慧都带来的启迪 值得我们一生去探索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能够做客我们的栏目 也感谢现场的观众 与我们一起重温 中华文化之精髓 共享人生智慧之光 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的 中华之光讲堂栏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在北京大学 录制的本期中华之光 讲堂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端端 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门类 特别的为全世界的人民 所喜欢和追捧 而且学他的人也是最多的 那就是中国的武术 在武术当中呢 最讲究阴阳平衡 以柔克刚的 就是太极拳了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请来了 陈氏太极的第十九世掌门人 同时也是把中国的太极拳 带到了世界各地的 陈小旺先生 有请陈小旺先生 欢迎您 您好 请坐 看着陈先生 就是气度不凡 您这个真有太极传人的这种 特别的气质 而且我看您这个跟观众问好 您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个是太极 学太极人 同道中人的一种问候方式 其实今天可能现场 很多朋友 还有我们电视机箱的观众朋友 对于太极来说 大多数人还是个外行 我们仅仅是看到的 但是没有练过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太极作为中国武术当中的一种 它和其他的门类相比 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以阴阳学术 为理论根据 结合 针灸大成皇帝俗问 经络学术和导音吐纳 把武术的动作融入一体 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 奥运会那么多运动 都有这个缠绕螺旋 寻行经络 符合人体科学的 自由式太极拳这种运动方式 我们在一些深奥的宣传片当中 还有很多介绍中国文化中 都会看到有人在打太极 这种宣传方式 是不是太极的这种 您说独特的这种运动方式 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呢 它跟别的武术的门类是不一样的 对 寻行经络缠绕螺旋 动入流水 动的是里边气的运行 像流水一样 进入三幼 完全是符合人体科学 寻行经络在走的 我们看起来打太极 特别如行云流水般的这种美 是太极运动独特的特点吧 在别的武术门类中没有看到过 它因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美的原因 是能够以丹田为核心 移动 全身随着兜兜 节节贯穿 一节一节贯穿起来 是能够一气贯通 才能形成这样的优美的动作 这种优美的动作 只有太极能够带给我们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平时看太极 第一是在电视中看 第二就是可能在公园中 看一些老人的 今天陈先生的弟子们 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场 我们请您的弟子上台 跟我们演示一下 就是究竟是什么是真正的太极 怎么叫太极之美 我们一起现场观摩一下 有请陈先生的弟子上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许身临其境不知道 真的是太美了 特别的优雅 您先给我们普及一下 就是作为普通人 我们如何欣赏一套太极拳 它的美我们怎么去发现 它的整体的动作 有很多不同的套路 但是终止 最终是把全身练成一个运动体系 刚才您打的那套套路叫什么套路 老加一路 就是不管老加一路 不管哪个套路 不管哪个动作 都是一种手段和途径 最终是一个运动体系 最终我们练出来的 叫做一个运动体系 这个运动体系呢 越精力 你看到越美 以单腿为核心 一动全动 结结贯穿 一气贯通 由能到外 看着是 轻而不服 沉而不僵 听您这么介绍 我多少理解了一些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太极拳 它的标准和美来说 不是以树来计算的 而是一种气韵 这种感受来对待它的 那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作为普通人 如果我们现在想学太极拳 我们首先要达到的基本标准 应该是什么呢 练太极拳分三个层次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手到哪 从哪里过 脚到哪里 多少角度 上不上多少 全发到哪里 就外形的动作来限制 这是外形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这是第一步 当外形的动作很熟练了 进一步呢 一气贯通 解决肢体方面 在运动当中 产生的误操 比如说 大家看 这样往一动呢 气可能就贯通的多一点 这个大子和小子 大子转机的时候呢 想开关 开开电门了 电门就啄了 怎么啄了呢 气从丹田到背后到走到手 手马上发热 再开再开 是不是脑袋中也要想着这股气跑到手指尖了 在有一屋一指尖 然后呢 你看我 小子这一转 那个热没了 是不是没了 真的 再展开以后又热了 为什么呢 真的是啊 这是热 这边就凉了 这叫开电门 这叫关电门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有这么大的旋调 但是呢 身要动 它会流量大 如果光手这样动呢 它不停指挥了 就好像 光安一个开关 没有通常电源 你这样的气也不来 这样的气也不回去 电源就在丹田 动你手呢 我这里动 一接一接给它送出去 一接一接给它收回来 而且我也明白了 怪不得就是说 我们看太极拳 动作做起来很缓慢 但是做了一套拳法之后 往往是满身大汗 第二步呢 就是把多的动作 多的动作 说小 不到的动作 和大 逐步逐步形成 一气贯通 这是第二步的目标和任意 到了第三步 一气贯通 动作熟练 不思而耽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 练全死 无人 如有人 好像波及一样 知道怎么样 好像要跟那些波及一样 欲敌死 有人如无人 第一步呢 主要是动作熟练 第二步呢 一气贯通 第三步呢 练全是 无人 如有人 好像波及一样 您说的这个 有点像王国维先生 所说的人生 学问的三境界 正好是契合了 其实早在1990年 陈先生就是走出国门 把这个太极拳 带到了世界上 通过20多年 不懈的努力 现在全世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已经是 学习过 陈氏的太极拳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其中的经历 作为陈氏太极拳 第十九代传人 陈小旺自幼习练武功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已经荣获20多项 全国武术比赛冠军 成为太极拳 九段高手 然而 他并没有满足 已有的成绩 1990年 陈小旺毅然走出国门 励志将太极拳 在异国他乡 发扬光大 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陈氏太极拳的深野 欲言不通 文化隔阂的困境下 想让见惯了拳击 等激烈运动的西方人 接受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夫 谈何容易 也正是由于西方世界 对陈氏太极拳的不了解 使得陈小旺 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遇到 照上门来的 搏击高手 话音未落 杰克总统的卫士长 已经出手 陈小旺来不及多想 只能揭招 这位卫士长 还没看清 陈小旺是如何出招的 也拌下阵来 每到一个深地方 大部分都会有人 这样那样的挑战 那位杰克总统的卫士长 就是无数挑战者中的一员 教授后 卫士长对陈氏太极拳 心悦尘服 就这样 一个个挑战者 成了西方人 认识了解太极拳的桥梁 他的许多洋弟子 纷纷开拐授权 成为陈氏太极拳的传播者 洋弟子们 也从最初 仅仅为了强身健体 开始慢慢领悟 太极拳背后所蕴含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在世界各国中 陈氏太极拳 在德国的传播效果 最为突出 目前 德国一百二十多个城镇 有太极拳协练典 教练 达三百六十多人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由陈小旺担任会长的 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 已经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五十八个分会 海外弟子达三十万之中 囊括了国际社会的各个基层 成为有史以来 在海外推广太极拳 时间最长 学生最多 最成功的太极宗师 从天中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各国的人 其实对太极拳都是很感兴趣的 但是我想您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把他带到国外的时候 当时情况可能和现在不一样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九十年代 其实国内太极拳是很火的 您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怎么会想到 去国外去把太极拳去传播它呢 当时我了解到 国外对太极拳的认识不够 特别是没有开展过的地方 光凭报纸杂志宣传 他们是很难来到的 所以我就到没有开展过的地方 点火 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这样子的推开 在国内我们有很多师兄弟啊 很多朋友啊 政府要推广 比较得力吧 在国外有很多地方开展不到 把太极拳带到国外的时候 初期是不是传播出去 尤其您去教学上困难重重吧 非常难 第一 大家对太极拳不认识 那个一个中国菜谱上面画个太极图 因为太极拳有人说 是不是炒中国菜啊 战装的时候 两个警察都盯了半天 在哪个国家 在澳大利亚 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 有没有需要帮助 这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 好像你要出什么事情那样 不光是这个人不了解 我在那宾馆住 早上我起来练学了 两个狗跟他没口过 他蹭蹭蹭好跑了 一看 他说这是干什么 他跟他看看了 他看我讨厌 他一发现了 发现了 他赶快跑了 体育馆 母板地 我穿着个皮脚 要表演的 来自爆满几百上千人 看的人很多 他没有见过城市太极拳 实际上没有准备 把金刚岛队上去 啪一阵脚 前几排的椅子上座 全部跳起来 比如说开班 授课 这些咱们练不了 这些咱们练没接受不了 我一看呢 大家接受不了这样 我这个考虑啊 最简单的 战装的 禅师工的 短套路的 最容易的 中等的 最难的 最激烈的 什么都有 我一个人专场表演两个小时 休息二十分钟 完美的两个半小时 我在一年当中表演五十场 三牛表演一百五十场 也就是说这样的您的学生 观众越来越多 来学习的 学生的方法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挺颠覆我的想法的 在我印象中 太极是一个特别缓慢 它是一个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武术的门类 但是您说它能够一招克敌 今天您这很多弟子也来 请您的弟子上台 跟师父各个招 让我们来看一看如何一招制胜 发起 每每怎么看到陈老师动作 他是这样的 慢动作一看 一拳打来 一拳看 这个点拳住了 这个肩膀 好 您这太极拳 亲身感受 觉得是静如处子 动如脚拓 对 我看您在 您的理论的阐述当中 一直强调阴阳平衡 对 那么您跟我们讲讲 这阴阳平衡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 才能要真正的达到您所说的这种境界 这个阴阳这种思想 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 阴阳学术思想 改阔了宇宙间 一切实物发展的统一规律 我们的各个学科 都受阴阳学术思想的影响 都是以阴阳学术为例的根据的 用到太极是这么个说法 用到中医是这么个说法 用到政治怎么说法 用到经济怎么说法 就是说世间万物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吗 对 比如说阴阳用到书法怎么用 一盏子埋中的地方 这一道下去 埋中的地方为一 非白的地方 埋清的地方为一样 一个字 有浓有淡有疏有散 密集的地方就为一 疏散的就为一样 一片张发布局 自多 筹集的地方就为一 自吸的地方就为一样 空白的地方就为一样 有这个地球就为一 空白的地方贯通平衡 成一幅画 阴阳用到书法 用到一道 一个字 一片 都不同 我觉得按您的说法 只要是不管您做什么事 把这个阴阳平衡了 这个事可能就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陈先生现在还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您的阴阳的一个哲学理念 传授给学生 而且是指导他们在实际当中 做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二十多年的海外教习生涯 让年已67岁的陈小旺 对太极拳的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是陈小旺教习太极拳之后的一个场景 近些年 陈小旺一直在进行着一种探索 那就是教权的同时 用太极的阴阳学说 指导人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烦恼 她的这种探索 开创了用太极理论 进行心理治疗的先河 我开始是个别人心理有障碍 我再讲一讲 很多人听我讲了以后 就跟着学生学医院 这对我心理帮助太大了 太极拳也是一种绝学 一种生活方式 我也可以用这个太极拳的绝学 去处理我的生活的所有的问题 在美国 由于她在心理疏导方面的成就 人们称她为陈医生 陈小旺说 她传授太极的目的 不仅是教授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 更要让古老的太极思想 影响人们的生活 我看到现场的学生当中 有很多都是外国人 他们能听懂阴阳二字吗 您怎么给他们传授这阴阳的奥妙呢 她开始是比较陌生的 慢慢听多了 结合着动作 结合着生活当中的事情 讲明白了 她都能结束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请来了陈老师的一位弟子 他是一位美籍人士 有请陈少龙先生上台 有请 欢迎您 真的是先锋道骨的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什么时候跟陈先生学这太极拳的 我大概十年前 很迷恋这个太极拳 怎么会喜欢太极拳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 想找到一个比较 让我健康的 增加我健康的一个锻炼前提方法 然后我就上网 查那个全世界 那个最厉害的太极大师是谁 然后在网络上出现 陈小王陈小王的名字 所以我很想知道 他住在那里 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住在澳大利亚 我住在英国 所以我去澳大利亚寻找他 专程去百师 对 但是他不在 他去了欧洲 但是我跟他的儿子 陈英俊学了一年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特别喜欢太极拳 陈老师平时是怎么教您 这个太极拳的这些哲学理念 我特别想知道 陈老师 就是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到那个我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怎么怎么处理 怎么用太极拳去处理我生活 所有的一些调整我的生活的习惯 比方说 比如说 我感觉太极拳可以让我 第一是放松 引起一些好的习惯 让我感觉安静的很多 您理解的中国的阴阳哲学是什么 按照我的了解就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天然的力量 您在学了太极拳之后 这算了解了中华文化当中的一小部分 那您有没有在继续对中国文化 其他的方面感兴趣呢 其实我对中国文化 很多东西都非常兴趣 比如说那些中国的语言 还有历史 还有特别喜欢中国的风景 我感觉中国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国家 就是从太极拳这一方面入手 而且喜欢那个中国的吃的 这都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美式文化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同学 是特别的感兴趣 有很多问题想与陈老师来交流 我们现场来看一看 有哪些问题想跟陈先生交流的 请举手示意 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位同学 我是北京大学金融学的博士 那非常感谢陈先生 我们知道想成为像您这样的太极拳大师 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来练一拳的 但作为普通的学生 普通的人 他在时间上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如果我只是想达到强身兼体 陶冶性情的作用的话 每天应该要至少练习多长的时间 如果想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 又需要练习多长的时间 谢谢您 叫三年一小城 所谓小城 就刚才我讲的运动体系 建立了运动体系 九年一大城 再加上六年以后 有大圈 这个运动体系的建立叫大圈 由大圈到中圈 到小圈 到无圈 那有虚实变化 我也被看不见 这叫大城 那么我们在业余时间来练 怎么能保证强身健体 最简单的 一个站桩就够 一个站桩能够站得准 能形成单的位核心 能够全身八面支撑 十度的放松 就内通了脏腹 外通了肌腹 半个小时以上 在一个动作 健身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没有宽余的时间 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时间 就是把这个太极拳 结合到生活当中去 处处练太极 就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 陈老师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信科院的学生 叫蔡文波 我刚看到您那个 您在写书法方面 也很写得很不错 我想知道就是说您 比如说您那个书法写得那么好 是因为您在练太极拳当中 得了什么灵感吗 我们拿着这笔呢 笔是谁在掌握 手在掌握 手是谁在掌握呢 手是谁在掌握呢 手是谁在掌握 我们练拳的时候呢 这个话语横道是一样的 这一缕呢 一撇是一样的 一点呢 他们一点呢 点如高山坠石 一气贯通呢 一气合成呢 身方不断地来带动手 刚柔相近 练拳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拿笔在写字 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好像拿着笔在打拳 把书法和练太极拳 融合到一起 我们听陈先生这样一介绍 已经是心之神网 今天我们现场也准备了笔墨 我们请陈先生 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如何把这个太极的理念 融入到书法当中 有请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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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配完了 好的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我们推广 宣传 传播 我们中国文化 这是兴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努力来推广 干十四 不要坐着空谈 去做 去推广 让更多人去参与 这就是实干 这幅字其实也是反映出 陈先生 他本身在推广太极文化 推广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态度 传授了太极 前这么多年 遍地开花 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凡是跟我学太极的人 都亲近我们中国 中国人 一看到电视上有什么 中国好的新闻 就是争前恐后的给我报喜 太平时08年 那个奥运会办得好 每一个都替我高兴 通过这文化传播 心里都距离地拉近 很亲近 很亲近 您觉得这是您最大的收获 对 我讲的 太极拳是一条龙 好像是一条龙 生在陈家沟 飞向祖国各地 又飞向世界各国 人们在打着太极拳 掩望着北京 心里地想着陈家沟 因为太极拳 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喜欢上了中国的每一个方面 对 那您在海外传播这么多年 有没有哪些事情 让您记忆特别深刻呢 这个是杰克总统 他的名字叫Watshawil 他的卫市长 开始过来教授 后来变成我的学生 对我也非常尊重 建立了一点感情 每次我讲完课 他走了 他流了也哭 后来他就讲给总统听 总统说这么神秘吗 这么神秘吗 我一定要见见他 会见以后呢 他就给我问我 他说你能不能 用简单几句话 给我介绍一下太极拳 他不知道什么是太极拳 光知道他从卫市长 跟他说怎么神秘 他当时有没有跟您学几招啊 他要学 他能说我要学 他马上就不要 那我要学是这个 我要学这个 那看来就是 博拜当中 无论是政界的人士 还是普通的民众 都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各个阶层的人 都能参与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 还是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就是中国武术协会的秘书长 康歌武先生 有请 请上台 那您和陈先生的渊源是怎么回事呢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跟陈老师啊 我们认识的很早了 应该是1978年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杰足的认识 我那个时候是在北京体育大学 读研究生 研究武术 那一年我到那里体行一个比赛 全国比赛 陈老师是作为荷兰省体委 请派出来的 推荐出来的专家 这样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表演 第一次到了那里啊 我先跟别的念城市太极圈的 就在那里聊 你们这个城市太极圈 念法跟其他格式不一样 那么在推手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就等一下 让我等一等 然后就去把陈老师给起来了 起来让我就跟他推 结果我们两个刚手一打 就刚才你们的那个动作 他顺着手一打 啪一下 就这么做了 就把我的手就污过来了 他说这就是城市太极推手 然后转过来 他说你做我吧 我也这么做他一下 他就转过来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当时他这个手一拿 一下就拿到这里了 最早的一个歌节 叫前金总歌 里边讲的是 诸靠 残扰 我接一 整个太极圈里面 最强调的这两种方法 那次跟陈老师解释 一下感到 原来对武叔整个计法的这个总结 对太极圈的总结是不够的 以前只讲四级八法 提打摔拉 没有讲到这个靠 而现在散打没有讲到拉 那么太极圈在这个激发方面是很全面 所以这个应该讲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认识 是以武会 是对武术的认识 以后再有一些见面留下来的深刻意向 应该说就是他武术的修养融入到了文化当中 融入到了完善一个人的人格当中 您觉得陈先生这20多年传播中华文化 传播太极圈的文化 您怎么评价他这项工作 陈老师 他不仅仅在那里是教了功夫 教我刚才讲这个猪靠残扰我接一 就怎么打 他把这个整个融到了文化里面去 他刚才自己讲到了 他写字的时候像在练拳 练拳的时候像在写字 就整个把他对武术的感受体会 用到了生活当中 每一个环节当中去 你看我们看他今天练太极拳 他这个太极拳跟别的那些练的 一个极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始终是离生中正的 我们看他写了个字 整个不论是楷书 不论是草书新书 他是离生中正的 没有一个偏的写的 就是说把太极的这种精神 完全融入到自身当中 融入到里面去了 而且这种融进去以后 这个人也得到了一些完善 就他用他的行动 就在感染大家 讲个写字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焦左 焦左有个荷兰省理工大学 把我们都聘为 他这个学校的合作教授 然后让我们都给他们学校 要提个词 我写字学 自己不敢上前 结果陈老师在这里 还有其他的了 康老师先来 康老师先来 就很谦让 很谦让 这个就给一般想象中中 那个练武的人 一介五福 完全是娘呀 这是什么 是太极钱对他们的一个影响 影响到什么 要舍己从人 要随取救生 我首先是尊重对方 尊重社会 尊重自己身外的一切 你看我们两个今天穿的一样的衣服 这个我自己看到 也是一种太极的 对这里边也有太极对他的影响 你看我们这个红的这个字 写的是五 断位 就是五书断位 这个是断位的衣服 这个断位特别的标志 我们在做断位字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断位字是要考 通过考试才能得到断位 要考就要有一个规定的动作 就不能隔两隔的 隔两隔的没法考 只有相同的动作才能考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想到 要把各种不同的个体演练的风格 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国家的标准 这是我们请陈老师 陈老师欣然的参与 要按照道理 像你们刚才介绍的一样的 陈老师在城市太全里边 已经是大家都这么看的人了 他一下下来还都要尊重大家 听起别人了 再来融合出一个国家的人 这个我在想 也是太极的理念 对他这个人格的完善 就是不是自己要在那里独大 而是要进入到大家这个群体来 一起来做一个 求同存异的国家的标准 再来进行一个国际化的推广 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 现在中国的太极权这个文化 在全球传播的程度是怎么样 应该说现在 在武术的传播当中 流传最广的就是太极圈 陈先生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叫 太极圈 它的文化基础 跟其他运动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个最重要的 比方说 西方的运动 奥林匹克的运动 讲的是什么 更快 更高 更强 就像十字架一样 更快 更高 更强 可是 太极圈讲的呢 是有阴有阳 而且阴阳总是在一起的 一时就成了一个盐圈 一成一个盐圈 它就是一个 是个和谐的整体 所以它整个这个理念 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传播 那您觉得太极圈文化的传播 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传播 是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弘扬的作用 容易让人理解 让人接受的作用 你看我们说 要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 你要让人家去读中国的文字 不容易 如果说我们要来学论语 那就更难了 还要学文言文 可是这个武术 这个太极圈 你在那里一做动作 人家就理解到 一做出去 这个前途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隔背怎么要成这样 马上一讲出来说 哦 生直了 它就是阳 这样取回来是阴 要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所以不是生得很长 也不是取得很短 这下这个动作的姿态 它就出来了 以小见大 很简单一个动作 就能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 给传播出去 所以像少龙先生 很多这样的外国的弟子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 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现场 肯定还有很多同学的问题 想与我们的陈大师来交流 我们再看哪位同学 陈先生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二级的博士生 我叫孙东波 刚看到您在全世界推广太极拳 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赞同 非常的钦佩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您在国外推广太极拳的过程中 有没有因为文化传统 社会制度的差异 然后遇到一些障碍 如果有的话 那您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谢谢 我们中国人学东西的意思 要学到意思 祈拜师说他有学生千人 都是学他的手 只有李苦禅是学他的心 我们中国人学义 像画画一样 写义画 外国人呢 像那个公笔画 他一定要问 是多少角度 手高到什么程度 是什么角度 他这个学习方式 我们猛一下呢 不大习惯 后来一想呢 我们教权呢 就像拿着一个茶杯 茶杯里有水 倒到别人的茶杯里头 怎么能够把我们知道的东西 传到他的大脑里头 那么就要找到茶杯的位置 揭开茶杯的盖子 才能倒进去 就按他的思路 这个角度是多少 手是多高 规定下来 那等于他的茶杯盖子揭开了 他很罗译 接受这种讲法 那就能很轻松的 把茶水倒进去 把知识传递过去 陈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 2010期的本科生 也是北京大学 武术协会的一个成员 我已经学了三年多的 陈氏太极拳了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同学 都认为太极拳是 侧重于中老年人 从事的运动 那么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 他练习太极拳的侧重点 有何不同呢 过去呢 神圣太极拳推广的 不够好 不够好 大家认识力 不够充分 看到那个 简化太极拳了 慢慢的动作比较多 形成这个印象 认为太极拳都是这样的 其实呢 比较完整的 它本来就是刚入相继的 又刚有柔的 就是大家对第一部分呢 慢动作了解的比较多 对它后来的快动作 比较穿梦跳跃的动作 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产生这种偏见 其实它既有年轻人练的 也有中年人练的 也有老年人练的 就是老少皆一 自然的第一原则 根据自己的力量 不要超过负荷 什么年龄的人 什么身体条件的人 都能够有选择 都能够有参与 陈老师您好 我是那个研究 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的 一名研究生 同时呢 也是一名太极拳爱好者 我发现可能 现在存在一个 这么一个问题啊 不光是太极拳 也有可能是 我们的这个中国武术 存在一种这种 泛表演化的这种趋势 这么一种现象 然后您是怎么看待 跟这个传统的中国 这种沉热的太极拳 这种现象的 这个区别呢 谢谢您 这个必定呢 是难免的 同时在前进当中的 存在的问题 这样表演 这样比赛 对太极拳推广 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在这个积极作用之下 还有不能够尽善尽美的地方 要进一步完善 你既然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进一步认识到 应当怎么练最好 那么大家都认识到 哪里不俗 哪里做得更好 我相信下一步呢 会如愿一场 陈先生您好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 像我们这种 长时间的面对电脑 久坐 睡眠不好 等等压健康状态 我想请教您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 能够在办公室里 练习的招式动作 坐姿不对 用力不准 用力不准 平常这样肩会疼 坐的歪 影响哪个脊椎 甚至脊肩板突出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呢 要学会站状 敌人呢 在那坐着的手 和站状一样 不要随便这样上做 和站状一样 一个骨节 一个关键 都在正位上 用劲呢 不要用偏筋 全部要全身的筋 用 累了 再起来站着装 练一个缠细工 不要动步 两个时候来会换 最简单的动作 最短的时间 那么 结合到工作当中去 既能够健身 又能够更有力的 更有效果的 对你的工作 陈先生 您特别这个推崇站状 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行不行 就是怎么样的站状 才是最标准的 分来脚 通常这叫预备式 表面上 是预备式 里边还没有做好 做好做到什么程度呢 自己的体重垂直下降 所谓八面支撑 前后左右和鱼角 不偏前 不偏后 不偏左 不偏右 这叫八面支撑 十度的放松 抬起胳膊紧张 它会影响起的通路 松多了为蟹 也是误差 既能抬起来 既能保持八面支撑的身价 又不多用力 这就是湿度 搭到 这是单体的部位 肚脐下 平着扇子的海心 这个部位呢 感到充实饱满 脚底所谓是脚底生根 就是脚底很重 胸部很轻松 头脑很安定 然后开始占两手发胀 隔膊发展 后来全是发胀 要由这种现象 表明 这个战装 你做好了 谢谢 谢谢陈先生 今天呢 我们在北京大选 与我们的三位嘉宾 一起来探索了 太极给我们带来的奥妙 真的是无穷无尽 给我们智慧都带来的启迪 值得我们一生去探索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能够做客我们的栏目 也感谢现场的观众 与我们一起重温 中华文化之精髓 共享人生智慧之光 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的 中华之光讲堂栏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众朋友